跑,其实很不容易,你跑几个小时, 最难就是在24小时内, 你不停,坚持一路一路跑下去。 透过这个活动,希望可以帮助到五个小孩的校长的女丽雄的慈善基金, 帮助筹出第一笔款项,帮助到有需要的幼稚园的小学生, 而这些学生都是来自很贫穷的家庭。 以我的经验,平均每一个人跑到150以上开始, 就可能会想睡觉,想停下来。 在我的眼中,最难就是由15个小时到20个小时, 这一个时间,那5个小时,你能够坚持到呢? 其实你后来那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。 我们除了是练功路,练者所谓平路, 本身大部份都是跑开有山菜的, 即是越野的路段,即是不同的起伏, 而且也经常是参与那些长途的赛事的活动, 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,大家都会令自己的身体在长途里面很容易适应到。 魔鬼意思是,我不是要他们路易到他们的死, 我其实就是想他们,当他们不得时,情绪低落时, 我相信他们的心窝,我叫他们把心窝脱下, 即是好像家宋摆下它出来, 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高低, 我都曾经,我不想骗人的, 即是你讲大话是没用的,欺骗人家是不会成为事实的, 我经常鼓励自己,其实我曾经都有三次想放弃的, 如果你不坚持的理念,你会走一下,就会转了弯, 走到三次路后,你就会有很多犹豫, 但你要坚持你的理念,一直往前去走,往前冲, 其实过程是不要紧要的,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理想,或者小目标, 理想就是一步一步踏出来的,目标, 你是坚持朝着目标,你才能去得到的。 第一日给自己平常心去参与, 在你练习的过程, 不要太过心红,慢就成功,开始的时候说, 快就失败的源头,就是我经常说的, 不过这些你只要相信的话, 你就很容易踏出一步一步走到成功的阶体上。